卖火柴的小女孩改编自安徒生童话 由松松改写中文叙述 那天冷得厉害 雪花纷飞 已尽黄昏 新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在寒冷和阴暗中 有一个可怜的小女孩 头上没戴帽子 脚下没穿鞋子 走在街上 她戴着一条旧围裙 里面装着几包火柴 手里也拿着一盒 一整天都没有人向她买火柴 也没有人给她一分钱 因为寒冷和饥饿颤抖着 她走得很艰难 真是可怜的小女孩 每个窗户都透出亮光 还飘出美妙的烤鹅香味 因为今晚是除夕 在两个房子交界的角落里 其中一栋房子延伸出街道 挡住了寒风 小女孩坐了下来 把小脚藏在身下 她越来越冷 但不敢回家 因为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 也没有赚到一分钱 她的父亲肯定会打她的 而且家里很冷 只有一个屋顶 风从用稻草和破布 补过的缝隙中呼啸而过 她的手动得几乎没有知觉 哦 要是能有一根火柴 来温暖她就好了 呲的一声 火柴点亮了 散发出温暖明亮的火光 她把手伸在光上 就像一只小蜡烛 但还发出了奇特的光芒 小女孩真的以为 她坐在了壁炉前 火烧得真美妙 真舒适 她伸出了脚去暖一暖 然小火焰熄灭了 炉子消失了 而她手里只剩下了 烧剩了的火柴梗 她在墙上又擦亮了一根火柴 火柴亮了 而当她的光照到墙上时 墙变得透明如沙 透过墙 她看到了一个坊间 桌子上铺着一块雪白的桌布 上面摆着光亮的餐具 烤鹅塞满了苹果和梅子 散发出美味的香气 更棒的是 鹅从盘子里跳了下来 胸前带着刀叉 摇摇摆摆地走到小女孩面前 然后火柴熄灭了 她只能看到厚重冰冷的墙壁 她点燃了另一根火柴 她坐在了最美丽的圣诞树下 绿色的树枝上 燃烧着成千上万的蜡烛 小女孩伸出了双手 然后火柴熄灭了 但圣诞的光伸得更高了 她现在看见 他们像天空中明亮的星星 其中有一颗星星掉了下来 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火线 一定是有人快死了 小女孩想 她已故的祖母 那唯一爱她的人 曾告诉她 当一颗星星掉下来的时候 一个灵魂便升上了天堂 她又擦亮了一根火柴 火柴再次亮起 在光芒中 祖母清晰明亮 亲切可爱 祖母 孩子叫道 哦 请带我一起走吧 我知道火柴烧完 你就会像温暖的炉子 奇妙的烤鹅 和美丽的大圣诞树一样消失 于是她赶快擦燃了整包火柴 想把祖母留在身边 火柴燃烧得比白天还明亮 祖母从未如此大方美丽 她抱起小女孩 两个身影在光明和欢乐中 飞向空中 飞得很高很高 那儿没有寒冷 饥饿和恐惧 但在角落里 靠着墙坐着的小女孩 脸颊红润 嘴角带着微笑 在旧年的最后一晚 冻死了 新年的太阳升起时 照到了她那可怜的身影 孩子坐在那里 僵硬而冰冷 手里还握着一把 几乎烧尽的火柴 她是想取暖 人们说 没有人知道 她看到了多么美丽的景象 也没有人知道 她是如何幸福地 与她已故的祖母 一起进入了光明的新年 终 文字幕提供